大家爱吃烤鸭吗 菜市场一只烤鸭才卖25元 要知道 农家活鸭一只都要七八十块了 所以很多人闻到烤鸭香喷喷的味道 都忍不住带一只回家吃 不得不说菜市场烤鸭十分火爆 每逢人们买菜高峰期 有些老店的门口甚至会排起长队 大家是争着抢着买 有一说一 菜市场烤鸭凭借低廉的价格 成功在熟食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不过大家知道吗 同市烤鸭 高档饭店的烤鸭 价格却出奇的高 一只竟然能卖到198元 它的售价是菜市场烤鸭的七倍之多 但饭店从未放低姿态 烤鸭的定价摆在那里 任由时刻选择吃或不吃 看到这里 可能会有朋友想问 为什么同市肉鸭做成的菜品 价格却有云尼之贫 一个低的离谱 一个高的离谱 今天咱们就去看看 其实大家稍微想想就明白了 质量决定价格 俗话说的好 一分钱一分货 虽然菜市场烤鸭便宜 但它的滋味远不如饭店烤鸭 这是因为它们采入的原料不同 菜市场烤鸭一般用的是白条鸭 白条鸭和白羽鸡一样 是养残场专门培养的速成家庭 它们从鸭苗长到长鸭 不过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最了解 这些速成鸭从未下水游过泳 也没有什么场地活动 它们从小就被关在笼里 吃着饲料长大 等金树倒秤了 便会被大货车拉进屠宰厂里宰杀 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工厂为了格力多销 一般都会把白条鸭提前处理好 将它们身上的鸭毛 表面角质 二截翅和鸭掌 内脏等等去掉 而那些鸭肠鸭掌鸭翅鸭肾 会在菜市场肉摊出现 它们的价值 可比净糖成品肉鸭高多了 最后 这些肉鸭会被工人装好 推进冷库里冻起来 等待烤鸭店来进货 那价格低到让人难以置信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看 一只冰冻白条鸭的进货架 还不如一杯奶茶归 所以 菜市场烤鸭才敢卖25元一只 除去成本 它们还是有钱赚的 而只要店主一天卖个几十只 卖的多赚的也多 虽然白条鸭不够刚仔的鸭子新鲜 但经过腌制烤熟之后 它们摇身一变 就成了受消费者欢迎的美食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能明白 饭店烤鸭为什么198一只 因为他们用的原料不是速成白条鸭 而是农户精心饲养的番鸭 北京鸭以及各种土鸭 想养肥这些鸭子不容易 没有半年一年鸭根养不肥 而且单位饲料它们长不胖 因此农户往往会为它们吃古物花果 不得不说 这样养出来的土鸭想不好吃都难 另外得说一下 农家活土鸭的价格一斤也要二三十块了 一只至少七八十 所以饭店的烤鸭才会卖得这么贵 毕竟他们想赚回本 可能得把烤鸭原材料价格 房租人工费等等考虑进去 当然饭店之所以敢卖那么贵 和他们制作烤鸭的方式有关 爱吃烤鸭的朋友会发现 每家饭店的烤鸭味道都不同 腌制秘方烘烤时间 这些都是他们敢给烤鸭定高价的原因 最后得说一下 如果大家遇见价格低到离谱的烤鸭 最好可以考虑一下再买 因为这些烤鸭摊 原材料进或途径鱼龙混杂 咱们也不知道产品质量咋样 俗话说并从口入 大家还是悠着点吧 对此朋友们觉得呢 欢迎一起来唠唠